继2017年3月国际期刊科学,一封面形式报道了,我国科学家参与的妙酒酵母基因组合成计划,SC2.0的里程碑式进展。 短短一年后,2018年5月22日,国际期刊自然通讯,Nature Communications,以专开形式欺骗其发, 聚焦中英美德四国科研团队在合成酵母菌中应用方面的重大突破,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爱水标科提组,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蔡一之科提组合作发表了其中两篇论文,解决了将可成酵母菌应用于工业生物技术的多个关键技术难点,通过对基因组序列的从头设计与合成, SC2.0的研究者们在合成酵母中成功直入浪,和对染色体进行随机重排,在短期内实现基因组快速进化的超能力,该研究在Scramble的基础上,开发了一套快速、高效和普世的方法,在需要的时候人们有到合成酵母内基因组重排,产生削裂的随机删除、重复、跌倒等过程,彻底打乱原有基因组, 在短时间内实现基因组序列由一等分子变化,获得具有重要工业应用价值的菌珠,我们基于合成的酵母菌珠,开发了一系列的技术体系,用于外人感性途径优化,底盘细胞适配,以及菌珠耐受性提升等,全面提升了目标产物的产量。 这几项技术的结合,有外卫和成酵母菌珠的工业应用插上腾飞的双翼,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。 Sc2.0计划的主要参与人之一代菊表表示,在指标介绍,酿酒酵母是目前工业生产中,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微生物, 在煤、食品、药品、商用化学品,以及能源领域,有着大量的应用,在现阶段,针对某一目标产物,实现外源代谢途径和底盘细胞的最优化,和相互适配的过程极其复杂,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研发投入,才可能获得具有产业化价值的产量。 现在,团队利用和成效母的这一超能力可为这一问题,提供更为直接简便的解决方案。 Scramble, Rescue,以及后续的筛选过程,组成了一个高效的电化加速器,可以在二三天时间内实现自然解中需要漫长的时间,可长达上一年才能完成的性状电化过程。 通过与代谢工程结合,我们期望我们的技术可以加速高附加质化食品,填然产物,抗生素等的微生物发酵生产过程,为人类造福。 蔡宇智表示,合成酱母的超能力,Scramble系统,合成酱母的电化加速器,Rescue系统,合成酱母的代谢工程适配器,Invitro, and Invitro Scramble in Methods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